大家好,我是零心社積層,好高興見到大家 今集比較特別 因為適逢文石在這個十月中旬 分別在中國和海外各發佈了兩款新品 所以今集Eang Weekly會一口氣為大家介紹 可以算是文石特輯 開始今集來龍之先,先賣賣自家的廣告 早前發佈了久違的Eang 101系列 深入說明了文石中國版和海外版的差異 如果你打算在未來選購文石的閱讀器 或者你本身是文石用戶的話 都記得去看看,應該會對你有幫助 若果你想輕鬆了解Eang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大約兩週一集的Eang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在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YouTube的SuperFans去支持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 好,去片 首先介紹文石向中國國內推出的Note X3和TAC10Z Pro 文石近年都慣賞在10月推出升級型號 今年也沒有例外 在10月12日舉行了中國的新品發佈會 一黑白一彩,兩款10.3吋的新機 先說說這一部定位系性價比 讓到用戶能夠以一個最合宜的家家去體現文石大平機的Note X3 這一部X3在模具、外觀和屏幕上 其實與上一代的X2是一樣的 同樣是採用微晶食黑的工藝 以及是CNC一體成型的鋁合金機身 X系列的標誌性 可以插TF Card這一樣東西 今代也繼續保留 最高是支援1TB的MicroSD Card 官方發佈會提及了今代的X3用了給X2的高通662 效能快25%的高通8核心2.4GHz的處理器 但是由於官方沒有進一步的資料 我大膽猜測是與海外版的Note Air 3C是一樣 升級了同樣的處理器 關於這一點我稍後會再說明 雖然與上代一樣是4GB RAM、64GB ROM 但是今代的ROM它的制式是UFS2.2 讀寫速度會比上一代的EMMC5.1來得快 而系統版本亦都提升至Android12 輪到更瘦觸目 文石採機的旗艦型號TAP10C Pro 這一部距離上一代TAP10C的發佈 其實只不過是半年時間而已 但亦都帶來了一些新意令人驚喜 首先如同預期 TAP10C Pro的屏幕與TAP10C是一樣的 同樣都是用Kaleido3技術 但令人有所期待的 就是在處理器今次 迎來了一個很大的升級 這一部Pro是用了新的7納米製程的 高通8核心處理器 官方表示就創作了一個 1加3加4的8核心架構 官方公佈了這一部新機 安徒兔跑分是有58萬分的 所以綜合以上的資訊 我可以判定到 它應該是用了高通855的 這個會是效能上一個大躍進 不過功耗會不會因此力也有大提升呢 這個就有待收貨之後的用戶實測試制 由於處理器的升級 又配上了TAP系的獨顯晶片 所以官方介紹了這一部Pro 在色彩的顯示上 會有一個是BSR Color Plus的色彩調教 表現會更加 而RAM亦都有上代的4GB 提升到6GB RAM雖然同樣是128GB 不過就創作了一個更快的UFS3.1制式 比上代的UFS2.1的讀寫速度 是來得更快的 跟Note X3一樣 系統版本亦都升級到到Android 12 而在機背部分 這部TAP10C Pro就新增了1600萬的後置鏡頭 變成與海外版的TAP Ultra系列是一樣 有這個鏡頭可以用來掃描文件 但值得留意的有一點 就是這個TAP10C Pro 它的電池比上代其實小了不少 由6300毫安降到只有4600毫安 但換來的就是那個重量 官方標示是減了30克 由470克減至440克 實躁未知,要實測過才知 而配件方面也值得一提 為了貫徹Pro這個名號 文石為它推出了一款磁吸鍵盤套 新賣點就是這個保護套除了鍵盤之外 還新增了一塊的觸控板在下方 方便用戶可以準確操作便於辦公 這兩部新型號的系統 出廠就會配備了最新的Books OS 3.5 這個新版本其實在海外 已經是以Beta版的形式測試了一段日子 我也有參與 看來文石已經認為是足夠成熟 可以推出市面 亦都預期會在稍後時間 陸續下放給其他的舊營舖 定價方面Note X3的手法價是2599人民幣 而TAP10C Pro就是4699人民幣 那個新的鍵盤套就是499人民幣 正當文石推出了中國版這兩款新產品 特別是TAP10C Pro引來不少熱議的時候 借過了五日 在10月17日就輪到文石發布海外的良款新品 但與中國的發布會不同 這次良款新品都是10.3吋的彩色型號 分別是Note Air 3C和TAP Ultra C Pro 先說說Note Air 3C 首先顯示上Note Air 3C是Note Air系列首部彩色型號 採用了最新的Kaleido 3屏幕 顯示黑白就會是300ppi 比上一代黑白款的227ppi來得更精細 而彩色就是150ppi 此外官方今次特別強調到 那個玻璃蓋板是比上一代薄了27% 可以讓顯示更加清晰更加通透 而在那個屏幕的表層 同樣配備了Note Air系列所特有 特別是用來提升書寫效果的膠膜 帶來了一個類似的寫感 其實7.8吋的Nova Air和Nova Air 2都有 Air-C就沒有 所以Air-C那部寫感相對會滑一些 而硬件方面絕對要是值得關注留意的 就是文石下放了 是之前只有TAP系列獨有的獨顯晶片 是來給這個Note Air 3C 以閱讀器這條線而言是第一次 看來這個獨顯晶片和BSR技術 會逐點成為文石產品的標準配置 處理器也由上代的高通白核2.0GHz 即是高通662升級到高通白核2.4GHz 文石按慣例是沒有交代到那個處理器型號的 只是在發布會的影片裏面有提及到 是4加4的核心架構 我搜尋了資料之後發現 高通符合這個架構和主核的時脈 參數的其實只有兩顆處理器 分別就是高通680和高通835 鑑於中國版的Note X3同樣是標明 高通白核2.4GHz 官方在中國版那邊就有提及到是比上一代快25% 安兔兔跑分上代的662大約是23萬多分 所以計算之下這一顆處理器的分數 就應該是大約30萬分左右 而高通835的跑分是有36至37萬分的 提升是太多了 所以就應該不是這一顆 所以就會有極大機會就是30萬分左右的高通600力 這個是我的估算 希望我猜得對 另外Note Air 3C同樣是4GB RAM 64GB ROM 不過今代ROM就更新了 用了更加新的UFS2.2制式 另外有一點是比較大的變化 就是Note Air 3C終於新增可以插TF卡 最高是支援2TB的MicroSD卡 亦都是Note Air系列的首次 另外還在Power鍵上新增了支援指紋解鎖功能 而在系統上Note Air 3C會升級到Android 12的版本 同樣有一點值得留意的就是 在模具方面這部Note Air 3C也略有調整 雖然設計和用料和上一代是一樣的 繼續是鋁合金機身 但是今代的邊框其實縮小了1mm 整部機身其實比上代是細部了 長度減少了3.4mm 闊度減少了2.4mm 厚度就一樣保持在5.8mm 最後一項就是 紋石為了這部新機 設計了一個全新的磁吸式截跌保護套 有三種使用形態 包括是直立閱讀 橫放閱讀 和斜放書寫 好了,輪到最瘦注目的TAP Ultra C Pro 這個是中國版TAP10C Pro的海外限定款 先說一下硬件 平望和後置鏡頭在和上代一樣的情況之下 這款新機最大的升級就是體現在我的處理器上 由上代的高通662就升級到高通8核2.8GHz 估計是和TAP10C Pro一樣的高通855 經過RAM會由4GB提升到6GB 估計實際體驗會更爽快 另外系統版本亦會升級到Android 12 在模具方面 金煤變化就會較多 新增了兩個音量件 在機身的柚質 可以方便用活直接調整 此外針對上代為人所救病的重量 官方都表示今代會減重30克 另外文者亦針對上代 設在機身左側的PocoPin磁力不足 配合鍵盤套使用時容易鬆脫的這個毛柄 特別今代設計了一個 帶有觸控版的全新鍵盤套 PocoPin就會轉到機背 標榜的磁吸力會更加強大 不會那麼容易脫 兼且這個保護套是自帶支架 可以在120度至180度之間做調整 穩固支撐 由於海外的TAP Ultra系列 一向都有後置鏡頭 所以相對中國用戶 首次在TAP Ultra C Pro上面 能夠使用鏡頭 新鮮感就會相對小一點 呼 一口氣為大家介紹了四部文石的新機 有相似亦有不同 最讓我關注的 其實是文石今次 在那個產品定位上的細化 其實是針對海外版 全球熱燒了半年的TAP Ultra C 其實在今回的發佈會之前 仍然有相當大的需求 我見到香港、台灣那邊 其實有不少的閱讀器愛好者 仍然是欲購而不得 但是文石很果斷停止供應 代理亦自然只好停售 然後文石透過不同客戶群的回饋 針對兩類人就設定了今回的新品路線 針對追求性價比而不是極致體驗 用不著鏡頭的人 就可以選同樣有是BSR、GPU的 Note M3C 比TAP Ultra C便宜一點 針對追求一切是最好的 最高階的 就可以選擇TAP Ultra C Pro 相對比TAP Ultra C的定價 就貴一點 兩類人都滿足到 就不會像TAP Ultra C那樣 好像有點兩頭不到岸的感覺 讓我覺得文石今次是高明了 不知道今次文石這個新品定位 有沒有擊中你的需要呢? 好,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站過一段落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讚好我這個影片 資質讓到有更多人有機會 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 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我有經營一個 是歐啓硬不抒發線上自修課程 內含大約兩小時的隔渴影片 以及雜誌材料 只需要成為我Buyme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可以取得觀看權限 以及我的批改意見 另外,若果你或者你的親友人在英國 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 或者相關配件的話 不妨來我經營的網店 E-Reader Pro那裡去逛一逛 早前就上架了Hi-Read兩部新機 Gaze Note Plus CC 以及Gaze Mini 文石的Tekmini C也終於能夠順利上架 新的兩部就沒有了 另外Dudru類子網繼續我力推 若果你是對社金有要求的話 不妨試一試Dudru類子網 所有有關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裡列出的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我是職塵 下期2N Weekly見 Bye Bye